全球经济走出阴霾 危机后的中国充满变数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话题 就是创新两个字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从模仿到创新 前路是机遇还是显摊 往往这个创新的过程 它的未来的风险比较大 所以过去叫风险投资者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式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调整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由机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杭州论坛的各位嘉宾 他们是 浙江省科技厅厅长蒋太伟先生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翰亚先生 国家973计划物联网首席科学家 刘海涛先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 谭岳先生 温州日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 黄发进行 同时我还要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在厂下前台就座的各位嘉宾们 他们就是我们第二届科技新测商的候选人 欢迎他们的到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201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8% 呈现普遍复苏的局面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 或者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基本上均实现一定程度的正增长 尽管全球经济目前正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 但是仍然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 作为率先走出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在2010年表现强劲 前三季度增长率为10.6% 增速比2009年同期提高了2.5% 但是从年初到年末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质疑声却从未停止 而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这场论坛 我想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背景和环境说起 已经到了2010年的和2011年的岁末年初 大家脑子里都有很多问号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 全世界都会把目光转移到中国经济上来 中国经济未来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和信心是不言而喻的 但其实我们看一看 仔细地检索一下中国经济 这其中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充满了两难 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上 我想我们CG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杭州论坛 很自然地要去探讨 我们如何能够把中国经济未来这几年的每一步走好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话题 就是创新两个字 我们这个论坛设计了一个小的环节 我们有请每一位论坛的嘉宾 今天来到论坛的时候都给大家带一个小的礼物 这个礼物能够从一个侧面 折射出他们自己对我们这次话题 对我们的主题的一个理解 首先我想有请蒋太维先生 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的礼物究竟是什么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是一个电筒 但是它是一个新型的电筒 是一个LED的 也就是半导体照明的一个电筒 没有电池 只有手动 但是呢 手动以后呢 它就可以有很强的亮光 这个有多种变色的亮光 这种LED的这个灯源呢 应用了最先进这些技术的话呢 可以减少我们电池的一些废车物的一些污染 同时呢 又大大的基于我们的能源 提高的能源的一些效力 接下来我们又请刘海涛先生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礼物 我手上这个礼物呢 是物联网的核心协议芯片的样片 它也标志着我国在新兴的这个物联网产业中 从这个我们的理论体系 物联网的全新的理论体系 咱们的感知社会论 咱们的物联网在民航交通等各行 各业应用的以后的应用的凝炼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谭岳先生 我带来的是运用音音科技术 也就是电子油墨技术生产的一款电子阅读器 这个电子阅读器呢 它有几个特点 是电子纸 它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的阅读时候的视觉效果 基本上和传统图书阅读的效果一样 接下来是我的老朋友黄发敬先生 这是一个野外交流的点火枪 它的兴起是 它有强大的防空功能 我可以演示大家看 随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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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调节火焰部位 我们通常打火机调节都在底部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采用了一位外野的技术 使这里直接可以调节 就非常便捷 我们今天整个论坛的设计者 也是想做一些创新 我们特地把杭州和一些风景名胜 做了一些图片 每一个图片背后都有一个典故 每一个典故背后都藏着一个主题 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来看大屏幕 我们有请 首先有请蒋先生 给我们挑选一下 这两幅图片中的一幅 哪一个 好 那我们就从苏迪春晓开始 进入我们的下一个主题 苏迪俗称苏宫迪 是一条贯穿西湖的林荫大地 全长近三公里 是宋朝苏市任杭州支付时 利用苏郡西湖所取出的淤泥堆组而成的 这一创新的举动 不仅巧妙地处理着 至于西湖留下来的湖泥蜂草 还为连接西湖南北两岸留下了一道妩媚的大地 地上建有六座丹孔石拱桥 因其古朴美观又被称为西湖六桥烟柳圣经 苏迪堪称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件创新产物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中国经济也不乏创新 从温州模式到中关村 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 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口号的提出 中国企业有大量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轨迹 开始逐渐清晰 但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尽管只有一字之差 却远非一步之遥 传统产业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将是一个长期而重大的课题 在创新的道路上 还有哪些障碍需要排除 也值得我们深思 导入主题的关键词是创新 那么我就首先请问蒋先生 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需要创新 所以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创新这两个词 创新的要素 涉及到方方面面 最主要的 第一是创新的需求 包括社会需求 市场需求 第二是创新的主体 包括企业 高效 科研院所 第三创新的投入 好 谢谢蒋先生 接下来我想把问题提给谭岳先生 我想在出版行业 纸媒 纸质行业的 这两年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是比较大的 您对凤凰出版集团提了哪些要求 让他们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本叫三杂树之链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平平 销售业组业组 可是后来我们做了普通版以后 又做电影版 又做珍藏版 还做秀珍版 没想到一年多 销了六十万册 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再比如讲销售环节 东西方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的根本的原因在于 城市化的进程不同 我在我们的苏南做过 五家以上的新华苏电的调研 我们的突出增长率是百分之二十 这在欧美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他们大概好是百分之五的增长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一方面 电子读物在明显地冲击着我们传统的绰版 但同时也要看到 中国和西方的情况不同 我们正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再导入我们今天讨论的 第二个关键词 我们再来看大屏幕 看看我们下面两个 和杭州有关的风景的图片 这两个图片背后也都包含着 我们下面一个主题的关键词 我们有请张哈亚先生 为我们做一个选择 非来风还是西子湖 当然选择这个漂亮的西子湖了 西子湖 好 我们看看西子湖的背后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 却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粗放式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 使中国深受环境污染的困扰 一次次的环境突发事件 也不断地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经济 如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事实上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始终客观存在 近年来中国经济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的提出 逐渐引导中国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但是道路依然漫长 除了自然环境以外 企业发展和创新还需要适宜的政策环境 人才环境以及国内外市场环境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 中国企业面临的周遭环境又如何呢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 我们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又需要怎样的环境呢 我想首先就请教张汉亚先生 您觉得要打造一个真正鼓励创新的 大的体制环境 我们在现在这个时点上还需要做些什么 从目前来讲呢 我们国家的科技人员数量很多的 去年呢 大概是全社会的申请的专利 就达到一百多万 那么国家专利局批准的话 就三十多万 多三十多万种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专利技术 创造出来了 去申请了 但是没有人用 这几年呢 我们的专利技术应用的 大概只有15%左右 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的环境就是 创新是需要钱的 无论从科研试验到 进行这个生产化 到最后这个制住产品 这一系列要出了很多钱的 而且这个往往这个创新的过程中 它的未来的风险比较大 所以国家叫风险投资 最后一个创新的很重要一个环境的话 就是要重视专利保护 好 谢谢您 说到制度创新的 我想起我们财经民调 曾经专访过很多很多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位 叫道格拉斯诺斯 他研究的叫制度经济学 他就说过 他说中国是制度经济学最好的证明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 就是制度创新的奇迹和成就 他说经济就像是一场球赛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很多从业者都是球员 要让这场球踢得好 关键是游戏规则要制定好 要有好的裁判 他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想提问一下 我们的两位台上两位球员 两位企业家 谭月先生和黄发金先生 在你们看来 为了让这场球赛更加精彩 在规则上 还需要做哪些制度上的安排 传统社会像现代社会 转变的过程当中 还有两个前提很重要 第一个是心态 传统社会有个特点 对新东西不敏感 甚至抵触 因为它不习惯 而创新成功之前 往往就是个新东西新玩意儿 新东西新玩意儿 让人坐立不安 所以应该是一个宽容的心态 让它存在 不要事先是非判断 第二 那就是观念问题 我们看到创新成功的一面 其实创新背后 有大量的失败 百次千次的失败 造就一个成功 因此要宽容失败 黄先生 我认为是高科技企业需要高科技 同样我们的传统产业 劳动物业产业 更需要科技 不要被两者对立起来 另外一方面我们做创新 创新创造也好 我认为在我们中国 它需要一个环境 那从大的环境 国家层面来说 国家应该要加强 教育的投入 还要改变教育的一些 里面的改革 另外一个 要更大投入 对中国职业技术院校的发展 因为我们一个好的产品 要出事 不仅有好的工程技术人员 而我们的一线操作者 也就是我们 俗称的劳动者大军 他应该掌握一种技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 我们下一个话题的导入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们有请张海涛先生 为我们 在两个人物当中 选一个人物 一个是梁山博 一个是范李 选范李 好 我们看看范李的背后是什么 他会导入什么样的话题 相传 范李和西施就曾隐居在杭州 期间三次散尽家财 又三次经商 称为巨富 他不仅是一名经商奇才 更因为其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 和商业思想 而被后人尊称为商圣 据史记记载 当时的南北方之间 运作马匹是一桩非常赚钱 但有风险极高的买卖 范李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赶着马匹去冒险 而是和北方的一个大步匹商合作 免费替他运步 从而利用了对方成熟的商业路线 把马匹安全运到了浙江 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中 范李的商业基因在保守的社会文化当中显得尤为突出 这也是范李成为千古传唱的如商鼻祖的原因 这个导出的主题是文化 刚才谭越先生也提到了 这个文化其实包含很多方方面面 我们的心态 您有具体的故事和例子跟我们分享吗 我们现在一本书出来了以后呢 中口蓝条 那么个人有个人的眼光 我们往往评上最优秀图书 这个装真讲的 都是比较有学问的人不看中的 可是我们凭的背后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凭的一种社会的审美趋向的变化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变的东西 很难看到不变背后的变化 谁最敏感 年轻人最敏感 因此他告诉我们 你像我们在企业当领导的经常提醒自己 就是当年轻人搞出新婉约来的时候 我们思想当中不习惯 我们思想当中有抵触的时候 要提醒自己 这是好事 为什么是好事 如果我们都习惯 我们都熟悉 社会就禁止了 其实说到创新的文化 我想再把问题提给蒋先生 说到创新文化 我想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记得曾经在一次做节目当中 英特尔的前任董事长贝瑞特 就说过这个话题 他说让中国的朋友看看 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 硅谷的很多企业 都是诞生在大学里 大学里面 然后在这些大学里面 成长出来很多财富百强 引领全球技术领先的这种大企业 但中国却不是这样 他说你再看看美国的很多归国企业 都是在家里的地下室 家里的车库 诞生了像谷歌这样的企业 为什么中国做不到 暂时做不到 我们在我们的这种营造创新文化 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想对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间 最重要的就是从小 从小学 中学 大学 我们学生就要培养一种的 创新的一种意识 创造的一种精神 要改变这种应识教育 填鸭式的 简单的 传书式的 要鼓励我们的学生 敢于提问 敢于问什么 鼓励我们的学生 能够呢 超过我们的一些 一些老师 不断地对现存的事 要提问什么 能不能够搞得更好 更快 更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 同时我们的全社会 都要营造一种 鼓励创新 宽容设备 这样一种文化的环境 谢谢 张涵亚先生 您觉得如何更好地 把这种创新的基因 植入到我们 中国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个应该说是 非常重要一个问题 刚才你提了教育 我们的小学生开始 就是听老师的话 而是对标音力 有奇怪思想的人 往往受到批评 受到压制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奇想怪想的人 往往也受到 大家的嘲笑 这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民族 虽然不乏创新的人才 但是我们缺少一个 创新的文化氛围 就是说经常是觉得 哎呀 说的 你不招边 其实有时候 这个不招边 本身就是创新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把时间留给我们台下的 刚刚 评选成为我们第二届 科技新浙商的 十位企业家 物联网 真正的深入到 普通老百姓下 就是物联网的春天 就像我们现在 互联网 每个人都很了解 这个时代 到底什么时候能来临 物联网的应用 刚才我是说这个几个行业 等 因为它应用的行业 已经很广了 已经很广了 特别在你说这个 智能建筑这一块 随着时代的推移 技术的进步 当物联网 像咱们的互联网一样的 遍布全球的话 那么物联网将会带来一个 全新的 我们的生活方式 和工作方式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团队里的人 让我这位负责人 在销售到欧美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以防止这种技术壁垒 那么在此请教我们 黄先生给我们做一个指点 我希望你能够 在我们自己资产方面 应该与你的进口商 多多合作 因为你的客户 他是当地人 对他国家的法律 对他进行对手都很了解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杭州论坛 到这里就高一段落了 同时呢 在这里我们也一同预祝 我们2010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评选的所有活动 圆满成功 我们再次感谢台上的各位嘉宾 也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这一位 落 Zack 蓝巫 另一位 才会 到这里就像